你好,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,与伞别乱称,人家伦惊艳了时光,肖战满满的少年感,王,想和肖战称伞,近年来,由于剧情的需要,伞成了一个营造氛围的经典道具。 很多演员凭借撑伞的名场面,成功吸引了大波粉丝的目光,不管是用来遮太阳,还是用来挡风雨,抑或是看雪景,帅哥和伞的完美结合,总能打造出不同的意境。 比如任家伦就在剧部剧中都贡献了撑伞的名场面,任家伦和杨子主演的天机之白蛇传说《甜孽娇佳》,配上二人精湛的演技,掀起了一波追剧狂潮。 任家伦在剧中饰演的许轩为白摇摇撑伞的场面,表情安静甜淡,让人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 加上杨子俏皮的一个眼神,完全是岁月静好的模样,让人心生羡慕。 比起二人一起撑伞的怦然心动,白发飘飘的许仙撑起伞来,仙气十足,给人一种重礼,寻她千百度,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的惊喜感。 温文尔雅,风度翩翩,身在尘世却如天上的仙人一般,清明澄澈。 一头白发,一袭白衣,一把红伞,一双寒情目,未见风霜,却感知到满地苍茫。 仿佛满腹,惆怅都是,白夭夭,你到底在哪里啊? 任家伦在锦衣之下中的撑伞名场面,当属她为一心护猫的圆巾下撑伞的小动作了。 一身黑衣的她,显得十分冷酷。 撑着伞傲娇的行走在雨中。 先是一脸,不懈地看住抱着猫的圆巾下,然后故意把伞往惊下那边移了移, 不让惊下淋到雨,自己却半个身体都暴露在雨中。 配上她此刻沉默又温暖的表情,那个嘴毒傲娇的路易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眼前这个,应该是做得比说得好的最佳男朋友吧? 任家伦自认为如故拍出了自己此生最帅的镜头, 就是周生辰冒着大雪撑伞回王府和十一过除夕的镜头。 所谓,复雪前行,守一方天地,一眼万年,见君子风骨。 与其说这个画面帅,不如说撑伞复雪前行的师父没有辜负十一的等待。 十一对师父的想念,是,君问归妻未有妻,日日思君不见君。 也是,小宣窗,正梳妆,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 此情物即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 亦是,一代见宽中不悔,未依消得人憔悴。 而恰巧,日思夜想的那个人,在除夕之夜,撑住一把油伞,顶住风雪,款款而来。 这画面,这心照不宣的默契感,这突如其来的惊喜。 光想象一下,嘴角都会不自觉地上扬,更何况真的出现了呢? 也难怪人家伦自己对这个画面都赞赏有加。 古装剧中撑伞的人家伦帅得无可挑剔,换上现代装,一个回眸,也散发住挡不住的魅力。 即便少了剧情的烘托,帅气的人家伦穿上西装白衬衣,一只手撑住伞,一只手手插在裤兜里,随意的一个回头,都让人念念不忘。 说到古装男神,怎么能少得了罗云熙呢? 陌生人如玉,公子世无双,任何时候,这句话用在古装男神罗云熙身上都是那么的合适。 而穿着古装撑住伞的罗云熙更是惊艳了时光,美得令人窒息,给人一眼万年的感觉。 高冷又俊美眉眼,精致的脸部线条,高挺的鼻梁,骨感又挺拔的身姿,身着一袭白衣,戴着一抹浅浅的笑意,犹如天外飞仙,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,有中毒利于世的孤傲感。 褪去嘴角那一抹笑意,身着蓝色长袍,撑住伞站在青石小路上的罗云熙,恰似一个翩翩公子。 一身干净的气息,仿佛画中走出来的一样。 冷漠淡然的神情,给她的俊美瓶摊了三分巨人千里的冷硬。 让人不禁感慨,此景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有机会瞧呀,换上现代装的罗云熙,也是人间理想型的代表人物。 即便无意间的抓拍,靠住栏杆,扛住雨伞,专心玩手机,她那精致的脸庞也能勾起无数少女的无限幻想,真是做梦都有了素材。 比起人家伦,罗云熙,天外飞仙的撑伞场面,肖战在陈情令里的表现,接地气得多。 这一看,就是一个贪吃鬼的调皮少年郎,一手撑住伞拎住药包,一手紧握住肩膀上的黑色包袱,珠唇清起,笑容满面,眼里却溢出了喜悦的光芒。 仿佛面前放的是万千针修,还有垂涎已久的美酒。 这元气满满的少年感,真的太治愈了。 画风一转,那个元气满满的少年瞬间落寞起来。 这一幕,像极了看到了久违的朋友,却不能上前相认,只能远远地看一眼。 逗大的雨滴纷纷落在伞上,他虽然撑住伞,但表情却仿佛被雨淋了一样,显得落寞又失望。 看到肖战这服模样,真是让人忍不住心疼啊。 在肖战的新剧《玉谷摇》的宣传海报上,惊现了肖战又一副撑伞的名场面。 此图一出,便掀起了网友按捺不住的赞美狂潮。 不得不说,换上精致的公子服,肖战全身上下散发住盖不住的掀起,一贫一笑,一举一动都是风景。 一身淡紫色长袍,身形轻松,容颜如画,眸光温柔,腰间挂住,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,却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雍容典雅。 陈情令中由王一博饰演的蓝忘鸡,俊秀又清冷,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古装男神。 他在雨中撑伞的模样也是把人触动到了,眉目温润,气韵高洁,一身普通的淡蓝色长袍衬的他文雅俊逸。 他虽然面无表情地看住远方,目光清澈如一汪清泉,恰似在目送一中人,既深情又无奈。 朱一龙在古装剧中撑伞的场面非常唯美,一袭素衣撑住白色的油纸伞。 典型的翩翩公子少年郎。 比起前面鸡尾的风姿卓绝,朱一龙却给人儒雅温柔,风情万众的感觉。 一袭白色紫条长袍,一缕下垂的刘海,眉如玉,肤如带。 他一手撑住伞,一手伸出去感受雨水的温度,眉目清俊,眉眼有说不出的故事感,沙奈间就吸引住了众人的视线。 陈伟霆在新剧《邪狐夫人》中也有撑伞的镜头。 一身灰色袍子,相貌俊冷威严,表情清冷,低垂的目光,周身充满凝重的气息,仿佛有无限心事。 看到这样的古装美男,还是赶紧绕道走吧,真怕一个不小心,他就怒了。 在古装玄幻大剧《江夜》中,陈飞宇饰演的少爷明缺和侍女桑桑也有好多撑伞的名场面。 壮志有味的少年和娇小玲珑的小桑桑同框的场面也格外和谐。 虽然这个大黑伞不如前面出现的小巧精致,甚至没有任何美感,而且看上去还很笨重,但却给人十足的安全感。 仿佛只要和他并肩走在伞下,不管走到哪里,都能无惧风雨。 看了这么多的撑伞名场面,你不会觉得明星撑伞都美得无可挑剔吧? 当然不是,下面这位虽然长相帅气,但是总觉得差了点意思。 虽然这是一幅理线撑伞的摆拍图,但站姿正式,表情严肃的理线,外加这一套正式的黑色西装,却给人雇佣保镖的既视感,真的是不忍直视啊。 这样看来,雨伞也不是谁都能撑出一眼万年的感觉的。 所以,雨伞别乱撑,有人撑伞惊艳了时光,也有人哪怕可以摆拍也不忍直视啊。 好了,看了这么多的撑伞名场面,你最想和谁共撑一把伞呢?